科學新知和大家見面 今天我們這個科學新知 就用一個比較不同的方法 但是只是一次而已 少少要聲明 因為陳正仁博士其實很想做一個題目 就叫做《科學回憶錄》 是不是? 那你可不可以講一下為什麼你要想做這個《科學回憶錄》呢? 首先就要答謝大家支持 大家支持了之後就給了一些壓力 我們要做一點點事情 還有這麼說 在過去幾年我們做科學新知的時候 其實台長和我周一時會談到一些以往的科學故事 以往我們處理這些資料 我們純粹講一個科學新聞 我們不如就拉一下講一下這些故事 變成好像沒有什麼系統去講這些東西 但是我會覺得這些故事 其實有時候我們會覺得可以 除了我們說很新的東西 純粹因為它新所以我們講 但是會不會其實有背後一些故事 一些花絲 或者可能是一些比較基礎的知識 我們可以藉著這個環節去介紹呢?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可以不妨就去給多一個環節 做多了事情 以往我們一向現在走開的就是那個四節的科學新知 加上有一個小時 現在我們就加碼做多一節 就專門叫做科學回憶錄 專門講一下這些舊故事 還有一些可能是比較基礎的科學知識 就是有時候可能我們又回到我們身邊最近發生的新聞 可靈感 但是我自己心目中也都去想了一系列的一些很有趣的題目 可能有些是我和台長在其他節目上提過的事情 但原來回頭是和科學有關的 那我也覺得這些可以很值得去講 變成了令到我們在選材上面豐富一些 令到大家多一些東西聽 大家又給予一些反應 或者又給予一些支持 那你變成辛苦一些了 這個大家都要多謝台長 我自己發神經加多一些班 我問台長你有沒有興趣 然後台長又說好 變成我們繼續希望有台長有我 維持一貫的那個內容的水平 去做多一些東西給大家看 那我也有興趣的 有興趣的原因是因為如果純粹講科學 對於我們這些文科人來說 就比較辛苦一點點 但是我是很八卦的 我對科學家的其他的生活小節 夫妻關係 對人對事我都有興趣的 比如我知道這個Strodinger Erwin Strodinger他是戒女王來的 即是逢女人都不一樣 是 接下來譬如說 今年剛剛預告了明年夏天會上畫 那套Open Timer 即是講那個曼哈頓計劃 整完子彈那個人 那他的私生活也很多資多彩 是吧 共產黨簡單來說 那這套戲就是Christopher Nolan 導演 我都很奇怪 為什麼他以前拍的一篇 他會拍一套和你學有關的電影呢? 但是這個不說 因為今天我們的節目那個內容相當之緊湊 就是太多話說了 所以我們就用了這個科學會 作為一個開始 下不為例 以後都是用回我們一貫那個科學新聞先 但是這個又不算是一個不是新聞 那為什麼呢? 大家看到現在營光幕的照片 就是這位玉女 就是曾經是玉女 是我們那個年代的玉女 Oliver Newton-John 她就剛剛在那個玉節目的前一天 就是癌症細細 她癌症的那個時間 都是長達成幾十年了 那她有很多傳奇的 但是其中一樣東西 這個物理學有關就是她外祖父 就是她媽媽的那個爸爸呢 就是著名的物理學家 也都是拿了那個物理學獎的 就是 那個物理學獎的物理學獎 那這個物理學家其實相當出名的就是Max Bond 那這個情況呢 就變成了我們有機會 就是以他作為一個設立點去講這個回憶佬 那Max Bond是一個什麼人呢? 那你可不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但是你這樣說呢 就是我們這群人呢 你如果講這個女主角呢 我只知道她演出很出名的戲 就叫做Grease 那個油脂 那那個男主角呢 我都叫做認識的阿尊特拉華特 那然後就 就是我在我小時候 聽到有些人形容一些飛仔 油脂仔 會有這樣的字 我做過的 你現在都挺是的 因為兒子又老了 但是呢 我自己就雖然和這個 這個女主角並不是在我小時候的回憶之中 但是呢 我就會看回這個新聞 就是她的家族的關係 她竟然同一位呢 我在我做物理研究生 做學生的時候 鼎鼎大名的Max Bond 你一讀到她的統計力學 研罪泰物理 和那個量子力學的時候 你不會看不到這個人的名字 尤其是量子力學那些 裡面為什麼叫波涵素那些呢 原來是由她給一個主流的 就是大家接受的一個說法出來 就是我們經常講一下 量子力學的支付 那是Shortinger Heisenberg 薛丁格和海參報 但是其實呢 在海參報的背後呢 也都有Max Bond這個人呢 是有一個非常之重大的貢獻 而是非常之驚訝 她竟然呢 她自己是一個物理學的經典人物 就竟然跟這個 電影界裡面呢 她的孫女在電影界裡面呢 就留下了一個 我可以說要這麼有影響 這麼美麗的回憶給一代人 其實這件事我知道很久了 不過我覺得沒有機會 沒有一個節目給我撤入了 所以今天是很開心的 你看這件事呢 我就想講很久了 不過就無從開口 但是既然今天這位歌星她小小 我們就可以用這樣的角度去撤入了 但是她好像跟中國人有關的 還有這位物理學家 白雷威她在1954年獲獲獲獎的 是的 其實還遲過Shortenberg 就是他們的 很多遲很多 是的 遲很多的 僅僅比楊振凌少許 但是她自己也很老資格的 其實我們就由這位女明星講起 就講到她的阿恭 但是你會看到這個女明星也都好 甚至乎Max Bond這位物理學家也好 他們是同一個血統 因為Max Bond自己本身也是一個猶太血統的人 為什麼那麼值得留意呢 就是因為她也是生於在20世紀 二次大戰那個年代 是她當打的時候 另外就是她本身那時候她住在德國 那將這幾個東西炒進去 你想想1930年代 住在德國的 有猶太血統的 物理學家 大家除了想到奧因斯坦 另外一個就是Max Bond這些人 鼎鼎大名諾貝爾級數的人 他們會有什麼制遇呢 其實就很不幸的 你如果從這個歷史上看回Max Bond的生平 你就明白為什麼這位這麼經典的女主角 她最後就會去 後來她去了英國長大 我忘記了 澳洲 澳洲 是不是 在英國但是移民去澳洲 是的 她留下的足跡是怎麼樣呢 當然跟她的家族本身沒有一個淵源 正正就是因為Max Bond 她作為一個在德國猶太裔的物理學家 在納稅的時候受到迫害 她是在說1933年就被希特拉搞得沒有那份工作 簡直是突然停了她的薪金 她要自己想怎麼辦 然後她就曾經去過英國 不僅僅在那兩三年裡面不停的顛配流離 蘇聯向她招過手 然後英國向她招過手 另外她自己有次過想申請去美國 但是又不行 然後更有趣就是曾經去到那個Banker Law 說到印度那邊就大半年了 然後想在印度那裡留下來又不行 最後很輾轉地 後來就去到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去到Ederberg 去到愛丁堡那裡 做繼續她的研究 也帶上她的家人 基本上真的可以說是走難的 當然她不需要面對到最後 有猶太人在德國經歷最艱苦的時期 因為她一早就被人迫走了 但是中間她就經歷了很多的顛配流 才能安頓到她的家人 甚至乎我想都面對幾大的生活上的困難 就是可以想像到 Max Bond她的女兒 然後她的孫女 就是在這個大時代的環境之下長大 一個猶太血統的家庭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們想知道 她在物理學上有什麼貢獻 剛才講的很簡單的 我專門講量子力學的貢獻 因為那個比較快可以講到 因為如果講量子力學那些 在1930年代這個概念 大家是很新的 我想大家就算不屬量子力學 你就很容易感受到那些人為什麼不明白 因為全世界都沒有人明白 OK 對於這個海森母 Heisenberg這個人 他之所以能夠接受到 量子世界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是全靠他那個駕馭數學的能力 但是這個數學背後 那些數學的解背後 是代表著一個什麼的現實物理量呢 是一個現實世界代表什麼呢 其實那時候很多的物理學家 是很想去搞清楚一個問題 什麼叫做摄丁格的貓 什麼叫做半生不死 又生又死重疊的狀態 接著那個叫波涵數的東西 在那個摄丁格方程裡面 波涵數實際上具體上是一個什麼東西 到現在很多時候我們都沒有一個很實際的解釋 但是大家當時想的很辛苦就是 就是譬如當我去對著那個摄丁格的貓 我想看牠是生還是死的時候 我量它於是乎它會變成怎樣 那究竟那個測量者 和被測量者之間的關係會是怎樣的呢 另外就是說 當Heisenberg海森寶這些物理學之父 他寫下了一堆這樣的方程式去計算一些東西的時候 去計算一下那個量子狀態怎樣變化 那些機率怎樣變化的時候 甚至乎他的師父 有一個他師父就叫做尼爾波 在那個熱戰時候就避了去丹麥那邊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 譬如說是Heisenberg鬥 究竟有沒有幫納粹黨嘗試去做原子彈那些東西呢 你一定離不開這幾個尼爾波這些人物的 那這裡有另外一堆前陣往事可以說 而Max Bond在這個時代 在這個量子力學的研究裡面 他其中一個就很極力去開發就是說 究竟這堆這樣的方程 背後那堆現實的意義是什麼 那麼簡單的說就是 他會很努力去嘗試為大家解答 什麼叫波下數 What is weight function 數學上我知道他要懂的 那我就知道他絕對值的平方就是機率來的了 它是代表著背後就是一種好像 能夠代表到機率的能力 波下數不直接等於機率 但是它和機率有一個非常簡單的數學關係 於是我們去計這個波下數 我們知道波下數的變化 就很容易知道在現實世界上 這些量子系統裡面那堆機率的變化 它有幾大機會在這裡 幾大機會在那裡 就是這樣我們就可以去搞清楚 可以說在那個建構整個量子力學的語言裡面 你講的是Neubauer Max Bond Shorlinger Heisenberg 等等 你發覺這些人就有一個很重要的電機作用在這裡 就簡單講了 如果我們太詳細 基本上我相信今天的節目不用做的了 但是我剛剛開始問 它有和中國人有關 跟誰的中國人有關呢? 其實很有趣的 為什麼賴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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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呢? 我自己是不小心去找到的 我其實會覺得這一集的主題 雖然就說是由Max Bond的孫女開始講起 但是我覺得Max Bond作為一個在物理學界大時代的人物 他處身於一個歷史的大時代 你會發覺他接觸的人同事 都是我覺得很有趣 很微妙的關係 他自己的孫女後來就做了一個 留下了一個電影的經典 但是在他的研究道路上 或者教學道路上曾經伴隨了合作夥伴 我發覺很有趣的 如果在我找這個Max Bond這個人的資料的時候 我發覺他寫了一本物理學的教科書 合作者是一個中國人 是一個華人拼音的人 他的拼音就是黃坤 黃坤 接著要再仔細一點看黃坤這個人 原來他就是Max Bond的背份細一節 Max Bond是老師級的人 教授級的人的時候 黃坤是一個學生 其實如果看回他也是一個很出色的物理學家 尤其是在那個這個叫做凝聚體物理 或者叫固態物理那方面 有一個非常出色的研究 他就有一個機會被Max Bond去招手 就來和他合作一本物理學裡面都挺有名的教科書 台長現在說出來的就叫Dynamical Theory of Crystal Lattice 由照字面解 我會簡單的說就是 他去研究一下在這個晶體裡面的一些動態行為 如果裡面有些東西走來走去 撞來撞去 那些東西會怎樣散開 怎樣去互相干涉 甚至乎怎樣用一個量子力學的語言去形容它 因為其實你說一個晶體裡面都是一個原子整齊排列組成 基本上你可以是用一個多體的量子力學 將它視為一個有很多不同的個體的量子力學來去研究 在當時來說 其實都是1940年代左右 這一門學問是初初建立的 因為當你量子力學都在1930年代剛剛建立的時候 我們怎樣將量子力學應用到物理學面各個範疇呢 就是說去到40年代 50年代才慢慢去擴展出去 而黃坤和Max Bond 他就在40年代 就奠定了將量子力學和固態物理融會 融會米做一個單獨的一個新的研究路向 所以我就會說 黃坤自己也好 因為Max Bond自己也好 都可以說是運用到量子力學去固態物理系統裡面的一個祖師 但是就是這樣說 Max Bond這些世人合作的人無數 為什麼特地要拿黃坤來講呢 是不是因為他黃皮膚呢 我覺得又不是這麼簡單的 因為你看看黃坤的生平 就是為什麼當時能夠去到外國求學做科學家的 都會有好幾位 你如果說楊真寧自己也都是其中一位 你正道也是 黃坤他自己為什麼又會這麼有趣 和Max Bond有緣呢 和Max Bond這位猶太人的 這個也很多得黃坤自己在民國時代 他在燕京大學 燕京大學現在就消失了 在共產黨統治中國大陸之後 燕京大學就在那個高校改革就被合併了 但是黃坤自己在燕京大學問你是讀書的時候 原來他有個一起住的同房就是猶太人來的 那我會覺得一個最重要的影響就是 這件事是給這個同房經驗 和一個外國人同房的經驗 和猶太人同房的經驗 就令到黃坤很早就能夠接觸到猶太人的文化 和那種思考的特質和個性 令到他和Max Bond合作的時候 我想就有一定的基礎在那裡 就方便了他們的合作 而當時Max Bond在那個時候已經看中了 黃坤這個人是非常之有天分 所以也都是很主動地去招手 來去和他合注一本教科書 甚至乎合注未完的時候 就希望他繼續留在英國那裡 就繼續去做這個量子力學和猶太物理的研究 但是很有趣 就是這個合作是因為什麼宗旨呢? 正正就是因為1949年共產黨得到中國大陸之後 尤其是在建國初期展現了一個形象 就是歡迎世界各國精英的華人 就回到中國大陸那裡服務的 那麼黃坤他就自己作為一個很熱愛祖國的人 那麼他在1951年就把那本書都還沒寫完 就是由Max Bond把這本教科書寫好了 他就幫他潤色多一些 他不只是幫忙撿頭撿尾標點符號那些 他簡直就是把他自己最新的研究 把自己的濕筆重新去論一次 做了一半 他就回到中國大陸 而剩下的那一半 他在中國大陸繼續做下去 他企圖將完成的書稿寄回去給Max Bond 誰知道在一段很長的時間 就被當時的中國大陸截住了 但是後來就經過一段審查之後 就是順利放行了 因為他們找到一個本身也是屬於科學研究的人 那個名字我不記得了 就去審核過這本書 覺得這本純粹是一個講物理學最尖端的學問的書 於是就把那個書稿寄回去英國 Max Bond自己都很驚訝的 結果最後這一本這樣的教科書 就在一個很顛佩流離的時代 就終於能夠完成得到下來 就都成為一個在這個時候 可以說都是作為一個量子多體物理 固態物理的這個學問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本文章 雖然我自己沒有看過這本文章 但是當時是很重要的一個典籍 我會說 好了 那要講的實在太多了 我們又不想佔用下面的時間 我們最後想問一問一個問題就是 黃坤這個科學家 這位物理學家這麼大貢獻 為什麼沒有什麼人知道呢? 為什麼跟楊振寧你正道的知名度差那麼遠呢? 唉 這個就是了 如果他當初真的聽Max Bond說 繼續留在這個英國呢 我想那個成就會很大 當時其實很多個這些 當時選擇回去的人呢 那個成就都發覺被約束得很厲害 比如你說北京大學周培元 甚至乎有個很出名的就是楊振寧的老師 畜生北 畜生北 是的 甚至乎黃坤姐 這幾個都是物理學家 更加不要說其他的物理學家 我本身就比較會注意多些 所以那個成就就是受著 因為中國大陸一個封閉的環境 不讓他和外國交流溝通 實驗的資源也都受限制 所以最尖端的事情就在外面發生 反而不選擇回來的那些 楊振寧那些呢 先外面拿獎 所以我可以就是說 那個國家重不重視科研 究竟有沒有去孤立自己 有沒有保持跟外面溝通聯絡呢 才能夠確保到你的科學發展 是排在最前的 也都是的 就算Max Bond自己也是 他一路就自己繼續在這個 物理學的群體裡面 他就一路是留在大約是歐洲到的地方 在英國到的地方 令到他是沒有脫節到的 整個物理學的發展 他繼續是很積極地去參與 所以那個命運就會很不同 每一個人的選擇 決定了他一生 即使你是一個物理學天才 但是如果你對時事 對政治沒有認識的話 那到台海 你的物理學貢獻都會受到限制 所以我們這一節的標題 如果我定的話 就是應該 因Oleafin Newton 我們認識Max Bond 因Max Bond 我們在這節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